冬虫下草到底是什么?究竟是虫还是草呢? 其实冬虫下草是一种感染了草菌的 蝙蝠鹅科幼虫 每到冬季,这些幼虫就会躲进土壤里避寒 它们以植物的根莖为生 在这个过程中,它们很容易被草菌侵入 一旦感染草菌,就会破坏虫体 用菌丝填满幼虫,直到它们变成僵虫 然后等到春暖花开之际,再控制僵虫的身体爬出土壤 并从头不长出一个棍棒状的子座 在子座上会有许多孢子,等到孢子成熟后 便会洒向土壤中,继续下一个循环 其实冬虫下草既不是虫,也不算草 它是一种昆虫与菌的结合体 所以冬虫下草是一种真菌